全运会武术套路的比赛昨天结束了四个项目的争夺 广东与解放军双继分选手崔文娟是凭借着在太极剑上的优异发挥 夺得了女子太极拳和太极剑全能比赛的冠军 这也是广东武术队为广东代表团夺得的第二枚金牌 在前天结束的女子太极拳的比赛中 解放军和广东队双继分选手崔文娟只排在第四位 但在昨天进行第二项太极剑的比赛中 27岁的老将崔文娟发挥十分出色 她在红色歌曲歌唱祖国荡气回肠的音乐声中一身红装出场 比赛开始后 崔文娟的太极剑表演动作协调 尽力顺打 剑法连绵不断潇洒飘逸 特别是在表演高难度的跳跃动作时落地平稳 最终崔文娟在太极剑项目中获得了9.78的高分 两个项目相加后 以总分19.42分获得了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的冠军 成功位 由于崔文娟是双继分选手 因此解放军和广东队各收获一枚金牌 天津选手余蒙蒙以0.01分之差区区亚军 湖北选手吴雪芹名列第三 广东选手张芳陈宇名列第四和第九位 另外女子男拳男刀全能比赛也在夺晚结束 甘肃和广东双继分选手魏宏 虽然在男拳和男刀两个项目比赛中都发挥不足 但她还是在总分上以0.03分的劣势 不提浙江选手毛亚奇 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亚军 毛亚奇以总分19.33分获得冠军 而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的冠军 分别被福建选手周斌和山东选手吕永旭获得 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啊 这个卫冕冠军跟这个金牌呢 是已经是失之交臂了 是啊 但是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呢 崔文娟还是顶住了压力 在太极剑的比赛当中 在这个百人共唱歌唱祖国的配乐声当中 崔文娟呢是实现了一次令人震撼的超越 崔文娟在中国太极界可谓自称一家 获得过全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金牌 本至山东全运之旅 他把目标也定为了夺取金牌 这一目标背后蕴藏着压力和困难 当这一时刻来临的时候 眼泪则为了喧血的最好的方式 一曲动听的歌唱祖国 一顿完美的太极剑 崔文娟以9.78的高分 结束了自己最后一次全运会之旅 同时也收获了一枚太极项目的金牌 当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向赛场的时候 他见到了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恩师王二平 师徒两人竟然相拥而弃 我觉得感谢的人太多了 为什么我下来以后比较激动 我就是觉得你看 无论是后勤还有教练 还有所有的人 还有拉拉队 是太多人没有加油 崔文娟的这块金牌来之不易 早在08年奥运会之后 他就已经决定退役了 但是为了广东太极拳的荣誉 他决定坚持 这也意味着三百多个日夜的艰苦训练和巨大的压力 就是顶下来了 顶下来了 而且呢就是感觉就是这种付出啊 而且这么多人的这种帮助和支持和关心 我们做到 带着巨大的压力 崔文娟走向了赛场 半月歌唱祖国 是王二平教练 轻心为他量身定做的 在他演舞的同时 教练王二平正在后场紧张地指挥着音响和拉拉队 他要求音响把音量调到最合适的位置 并要求拉拉队队员跟着哼唱 也要求我们的拉拉队 就是在完成难度以后 要把这个 因为这个歌大家都会唱 不管是东方红还是歌唱祖国 就是整个的要 确实有一份感动 伴随着全场的哼唱 崔文娟以一套完美的动作将气氛推向了领点 同时顺利成章地为自己赢来了9.78分的高分 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拿到这块金牌我比较激动吧 可能因为付出了比较多 其实拿到金牌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感念 主要是自己能在场上有一个好的发挥 能发挥训练水平 我觉得对自己打了满分 崔文娟的泪水代表的不是收获 而是一份坚持 一份责任 我叫你的邦 我叫你 我叫你 你